到你的面前来 来向你服服和敬拜 来称颂你 来向你呼求 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 因你的奇妙 因你的奇妙的作为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耶稣我们谢谢和赞美你 主在此时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 圣灵啊 求你在我们中间 亲自的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更认识你 让我们更晓得真理的含义是什么 也更祈求主你亲自的来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打开我们的心门 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当中 直接的与你面对面 主耶稣我们谢谢和赞美你 为着接下来孩子的分享 来向你仰望 求主你亲自的带领 愿我所讲的 心里所想的 都能够在你的面前 蒙你的悦纳 主啊也求你亲自的 做起那按时分量的工作 无论讲的听的 我们都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 得到供应 得到满足 主耶稣我们谢谢和赞美你 将接下来的时间全然的摆上 祷告 事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 谢谢刚刚的服事的Mark 还有其他弟兄姐妹 我们是一同的来服事神 在今天我们 我想借着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是腓利比书的二章 十二到十八节的经文 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你可以活出生命之道 我想 好 假如 现在在弟兄姐妹 你的面前有一张空白的名片的话 你会如何来填写这一张名片 让它成为 只属于你的名片 你会在上面用什么头衔 或者是身份来介绍你自己 你会填写你的工作吗 类似 医生 护士 或者是程序员 销售经理 会计 出纳 教师等等 还是 你也有可能去填写 你在当下这个人生阶段的一些角色 虽然我觉得可能会很少 但是也可能会有 比如说 学生 比如说全职妈妈 全职爸爸 虽然不太可能把它写在名片上 但是我想 它也是能够代表我们的一个身份 所以你会用什么 你会填什么 在你的这张名片上 你会不会想到 如果是在我们的小时候 给我们一张空白的名片的话 你可能不会想太多 很快就填上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希望它能够成为将来你的名片 但是现在 可能我们会考虑非常的多 我们可能会评估自己的 才干 学识 能力 我们的兴趣 爱好 然后综合这一切下来说 可能某一个职业 某一个头衔是比较适合我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写下什么呢 写下什么 在这一张只属于你的 量身定制的名片上呢 无论你写下什么 其实它都会代表着 我们对自己的一种认识 甚至也可以代表说 我们是在用什么 来去定义我们自己 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觉得保罗 他有可能写下什么头衔 在他的这张明信片上呢 在他的这张明片上呢 从 菲利比书的处境上来看 你觉得 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问题 我会最后再跟大家说答案 我们先要来看一看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菲利比书的二章 十二到十八节 他在整卷 菲利比书所占的位置是什么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架构图 首先我们会看到 保罗是以祷告为开篇的 然后以致谢为结尾 在开篇后 保罗就很快的直奔主题 就是去阐述 菲利比人最关心的事情 也就是保罗他自己的近况 当时他是在被囚的情况当中 再接着 他就提醒菲利比人说 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你的行事为人 要与基督的福音相配 所以一章的二十七节 就是整卷 菲利比书的一节 非常重要的要节 再接着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整体 就是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二章十八节 保罗提出说 要菲利比人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再接着他就举了两个例子 对 两个例子 先是提摩泰 后是以巴伏提 再接着是保罗他自己的例子 最后他又指出了 效法耶稣的榜样 可能会面对的哪些的挑战 那我们从内容上来看呢 会发现最重要的核心 在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二章的十八节 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 然后下面呢 三个就是例子 举例说明分别是刚刚提到的这三个人 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 这个核心的部分 我们会发现最最核心的是一首诗歌 它被称为米赛亚之诗 也就是六二章的六到十一节 保罗他集中阐述了耶稣基督 他的榜样是怎样的一个榜样 然后我们看前面 前面是雀勉 后面也 后面也是雀勉 雀勉在前也在后 然后核心呢 就是米赛亚之诗 它就形成了 好像我们吃的那个三明治 夹心饼干的这一种结构 如果我们说前面的雀勉 就是前面那一段的雀勉 是为米赛亚之诗来做预备的话 那后面这个部分的雀勉 它就会更加具体 更加实践 更加清晰的 更加具有指导意义的 来向我们诠释 要怎样的去效法耶稣基督的一个榜样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经文 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是很核心的一个位置当中 然后他所站的角色 我想大家就会有一些的了解 那今天我想借着三句话来和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怎样才可以活出生命之道 首先第一句话就是 什么是活出生命之道 活出生命之道是顺服基督 谦卑的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看经文 二章的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说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袍 也没有徒劳 生命之道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和我一样 马上会想到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说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妇独生子的荣光 我们也很熟悉的另外一节经文 同样在约翰福音 就是十四章的第六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妇那里去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生命之道是指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道 就是那个生命 那我们呢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跟道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才可以被称为 耶稣基督的门徒 基督徒 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显露出 见证出怎样的生命呢 好马上就要提到 就是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 跟弥赛亚之诗 那个最核心的部分的关系了 我们中文圣经用了一个词 叫做这样看来 就是二章十二节的一开始说 这样看来 在英文里面 他用zero fall跟so来去衔接上下文 那我们就会看到 经文其实有告诉我们 耶稣他的榜样是什么 我们来看经文 我特地 我并不一定会把PPT上的 每一节经文都读下来 但是大家可以看 我特别把一些动词 放大 然后标注了 那个英文里面的 一些的翻译 作为参考 我们可以在 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八节 就是弥赛亚之诗当中 看到耶稣基督 他是怎样的生命 他为我们立下了怎样的榜样 我们从经文当中会看到 如果从地理上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耶稣有一个变化 就是从天上到地上的变化 那如果我们再来看 圣经当中的这些动词 保罗他用了 取了 我们中文是取了 成为存心 还有那个死在 来去表达 在耶稣基督从天上到地上的时候 他发生了哪些的变化 我们会发现 耶稣的身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首先 他是神 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 他本来就是神 他是在高天的 然后他用了取了 变成了人 他不是成为 一个很有权有势的人 他是成为了一个木匠 再到成了人之后 耶稣又成为了奴仆 他成了罪的奴仆 再到后面 耶稣成了一个死人 就是死在十字架上 当然 圣经当中还有 就是后半段的经文 就是九到十一节 神将耶稣 升为至高 升 还有赐给他 再有叫 就是又有后面的三个动词 来去形容 在耶稣 死在十字架上之后 发生了什么 但是后面的这一部分 我特地用了浅色的 就是有点隐藏的 是告诉我们说 这部分是 完全是上帝的工作 而前面部分 却是跟耶稣 他的选择 他的考虑 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整段的经文 就是一个全辈的福音 但是我们聚焦在 耶稣基督 他生命的榜样的时候 我们要聚焦在前面的部分 就是我标出来的 这几个放大的动词 我们会看到 耶稣他的生命 是怎样的生命 他是存心顺服 耶稣 顺服神的旨意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 就是他甘愿从天上来到地上 他甘愿那个身份的 一层一层一层的 那个舍己和谦卑 所以耶稣的生 耶稣的生命 是怎样的生命呢 他是主动的 甘心的放下 他自己本该享有的权利 权益 甘心选择 与那些卑微的人认同 他是按照上帝的时间 上帝的方式来去行事 所以在 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二节 经文就说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在英文里面 他用了不同的一些动词 来去形容那个顺服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经文当中会看到 顺服耶稣基督 就是那个生命之道 就好像耶稣基督 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一样 让上帝来掌管他自己的生命 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 和生活当中做主 所以顺服的态度和顺服的举动 本身就是一种谦卑 顺服和谦卑 它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你很难把它分开来 你的本身顺服的态度 跟你因为顺服做出来的举动 就已经诠释了谦卑是什么 那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还特地说 你要显出来 我们要在这个时代当中显出这个生命之道 我用了一个词说 你要活出来 那个活是指什么呢 活是指什么呢 活是指有生命 是与死相对的 我们在腓立比书会看到保罗的一个榜样 保罗在一章的27节到26节 他在分享他自己近况的时候 他就提出说 在他的面前有两个选择 有两个考虑 一个考虑就是殉道 离世就是殉道 另外一个考虑就是 他期盼着他能够被释放 还活着 然后离开监狱继续的传福音 那他怎么去选择呢 我们透过经文会看到 保罗说虽然被处决 殉道对他来讲是一件极其好 极其美好 想要的事情 因为这意味着 他将要与耶稣基督永远的在一起 但是保罗却指出说 为着耶稣基督而死 并不是真正的奉献 活着 唯有活着服侍他人 才是为神奉献他自己 所以这是保罗 他融入耶稣基督生命的一种方式 他爱别人 胜过爱他自己 并且甘愿为此受苦 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 他最后选择的是什么 他说他要为着 菲利比人的需要 为着福音的需要 他选择继续的活着 我们要知道他活着 他指的活着并不是像我们这样 是一个自由的状态 他是在监狱当中继续的受到捆锁 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选择 另外那个活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生命力 是活泼的 是有温度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说 有些人死了 但仍然活着 但有些人呢 活着却是死了 所以活出生命之道 他是一种有生命力的 是活泼的一种状态 他不是那种停留在自聚 好像一种遵守行为规范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在国内如果有读过书的话 你会不会想到 小学跟初中都会要背 要记的是什么 叫做中小学生行为规范 我们要知道神的吩咐 那个生命之道 不是这种行为规范 他要在我们的那种言行举止上 要整齐划一 不是这样子 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 神要我们的是 可能我们做的是不一样的举动 但是我们却显露出一样的生命 就是谦卑 爱的 顺服的生命 所以那个活出来 不是活在过去 已经成为历史 也不是活在明天 未来 是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个活着有生命力 是在现在 在此时此刻 也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这个才是真实的活着 所以活出生命之道是 每一个生命个体 在此时此刻 自然而然的将他所信的显露在他的言行举止当中 所以活出来 是指这种生命 你活着 你是有理而外的 来展现出你真实的活着 我想对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来讲 作为基督徒来讲 我们有一个和还没有信主的人比起来 有个最大的分别 那个分别就是 我们会在主日的时候 来到教堂来一起的敬拜神 然后我们会在周间的时候 参加教会的一些团契的生活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并不是这些举动将我们分别出来 这些举动是一个记号 这记号就是显明我们跟其他人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是 活出生命之道 不是指这些很独特的行为 而是什么呢 而是像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的吃饭 我们的工作 好像喝水 我们的休息一样 要成为我们的日常 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所以反过来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吃饭 当我们工作 当我们休息 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生命 是在顺服耶稣基督 是在谦卑 降服在神的里面的这种态度 这种状态当中 我们就是活出生命之道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有没有想过 我们在教会当中 常常会说 也是有期盼 就是我们要像耶稣一样 那我们要在哪些方面 像耶稣一样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 舍己 舍己有多不容易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清楚 我们也很难像耶稣那样完美 像神那样完美圣洁 但是我们却可以在有一件事情上 更像耶稣 只有这一件事情上 就是谦卑 我们可以在谦卑这件事情上 在谦卑这个生命品格上 变得越来越像耶稣 让别人看见我们 就看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去学习谦卑吗 你愿意顺服在神的里面吗 让主耶稣他的生命来更新 和塑造我们的生命 以致我们是真真实实的 真真实实的 由内到外的来显露出 我们谦卑的生活方式 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二句话 就是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和世界 需要你活出生命之道 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 圣经有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活出生命之道 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五节 他说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然后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这个世代我们要留意的就是 它不是等同于时代 只某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概念 它也不等同于世界 是一个好像某一个国家 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一个概念 地狱的一个概念 时代它既代表着时 时代它既代表着时代 一个时间的概念 也包含了世界地狱的概念 所以他用这个词呢 就把所有的人类 不论是哪个种族的 不论是哪个肤色的人类 不论是生活在哪个 北半球还是南半球 是生活在哪里 就是所有的人类都被包括在 世代这个词的理念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问一问大家 你会如何形容你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我想对于长辈弟兄姐妹来讲 可能是你们的6070年代到现在 对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来讲 可能是8090 00后 00到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是我们共同生活的时代 那你会用哪些词来去形容 你所生活的时代呢 你会用哪些词去形容 你的小时候到现在 这个时代所发生的变化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会如何形容 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想我们会有共同的经历 就是从国内到这里 我们的地域发生了改变 你会如何去形容这些改变 还有我们一起所经历的这几年的疫情 在疫情前和现在 在疫情中甚至可以说 疫情后的时代 你会用哪些 你会怎样去形容 所经历的变化 所经历的感受 圣经 使徒保罗他用一个词来去形容时代 他说弯曲背谬 你会不会觉得很过时 其实这个词距离我们 有非常遥远的时间 你会觉得很过时吗 还是你觉得很贴切 经文 除了斐利比书的这节经文以外 保罗还有另外的一些的书卷当中 去形容这个世代 以夫所书的五章十六节说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然后加拉太书的一章四节 保罗说 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这里都能够让我们看得到 使徒保罗他对这世代的形容 然后我们还会看到 以赛亚书的六章第五节 这是距离我们更久的先知 他所说的话了 他说 你会发现 以赛亚先知 他对人 对那个时代有一些的诠释 有一些的说明 然后使徒约翰他也有说 他说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 你对照一下 我们刚刚前面 你会用哪些词去形容这个时代 这个世界 然后你在对照圣经当中的 这些上帝所使用的仆人 他是如何来形容这个世界 会不会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 这个世界其实生活着 非常多的远离真善美的那些人 我非常喜欢英文圣经 对这节经文的一个翻译 我觉得他的那些很简单的术语都 就是解释了什么叫做 歪曲 弯曲背命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世界那些远离真善美的人 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真 什么是好 他们也需要远离罪恶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好像黑夜 需要光 需要光的一个照耀 这个不是那种物理上的一个概念 更是我们生命属灵上的一个概念 他们被罪所捆绑 需要光 需要得到自由和释放 那些处在黑暗当中的人 他们需要真理 需要福音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关不关注新闻时事 我觉得最近近期 有三件事 可能是华人的基督徒 是最为关注的事情 我特地找了几张图片来去代表 我相信我不用说太多 弟兄姐妹应该可能都知道了 这三个世界应该是最近 我觉得在这边的基督徒 应该会关注特别多的事情 我就不具体地去阐述 这些事情是什么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 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你有 怎样的感受 你又有怎样的解读 以致你带来你有哪一些的反应 就是回应 你有很认真的去看吗 还是看过就 就过去了 不再去思考 还是 我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 当然他年龄比我要长很多了 我发现他的最近一天发N条朋友圈 都是在发 这真的是我们应该 有的一种回应吗 还是我们怎样才是 按照真理来去回应呢 我觉得我们不是要做什么判断 乃是这些事件 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希望大家还能想得到 在一开始 就是在前面我讲到了保罗的那个选择 保罗说 对于他来讲 虽然殉道和耶稣永远同在 是一件极其美好 极其荣耀的事情 可是他为了地上的那些需要 地上的腓立比人 他们的需要 他选择活着 因为他觉得活着 服侍他人才是真正的 跟随耶稣 爱耶稣的方式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福音 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 尤其是那些还被罪所捆绑的人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需要的时候 看到黑暗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想到 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个光 我们需要把光 把这个生命带入到那些 你看到需要的地方 我觉得昨天晚上 我们歌飞幕小组聚会的时候 提到一个词 就是分享的时候 提到一个词 叫做光芒四舍 我真的觉得好赞 就是昨天我心里就在想 好阿闷 真的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都应该这样 光芒四舍 因为耶稣就是光 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把那个光发出来 而不是被很多的罪 或者是其他事情缠累住 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发出光来 我非常喜欢 我非常喜欢 C.S.路易斯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上帝在我们欢愉中 对我们低语 通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 但却在我们的痛苦中 大声疾呼 痛苦原来就是上帝的扬声器 为的是要唤醒充耳不闻的众生 C.S.路易斯说 痛苦是上帝的扬声器 扬声器是做什么用的 好像这个一样 话筒一样 他要放大 放大那个音量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是因为 他给了我对痛苦有不一样的视角和解读 他提醒我说原来痛苦 除了我感到痛 感到苦之外 还有另外一层更深更正面的价值和意义 就是上帝借着那个痛苦向我说话 提醒我说我需要转到上帝的面前 我需要回到神的里面 痛苦也是让我看见需要 让我看到我所在的这个时 时代和这个地区当中 需要我起来去服侍 去将性望爱带给他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这个世界好像少了我们不少 多我们一个好像也不多 好像我们能做的是很细微的事情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神说 这个世代需要我们 需要你 需要你在这个时刻 在你所在的这个社区家庭 这个地 这个国家 这个社区 就是很具体的 就是社区跟我们家庭 我们需要在这些地方 我们所在的地方活出生命之道 因为你在上帝的计划当中 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和责任 你要活出来 你要做上帝的那个扬声器 将神的话 神的爱 神的光 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活出生命之道呢 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三句话就是 你可以活出生命之道 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还会再来看 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五节的经文 这些经文 已经大家 我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因为你刚刚听我分享的时候 我反复的在念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会看到 保罗在一开始就把一个对比 放在了我们面前 一个对比是什么呢 弯曲被谬的世代 和神无瑕疵的儿女做一个对比 其实你结合后面的经文 还会发现 还有一个对比藏在这里 就是一个是黑暗的 一个是光明的 保罗透过这个对比提醒我们说 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 神无瑕疵的儿女 需要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当中 显明出来 就是活出生命之道 就是把光带到黑暗当中 那么提到这个无瑕疵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不会马上想到完美 如果你很熟悉经文 圣经的话 我相信你们一定也会想到 耶稣基督 对吧 或者是想到旧约当中 那些献祭的羊羔 你会不会想到 因为圣经特别有记载 那些献祭的羊羔 是有讲究的 必须要无瑕疵 不能够有残疾 或者是不能够怎样怎样 他就是有要求的 那圣经说无瑕疵的儿女 是不是会给我们有一个 很直观的感受 就是啊 我是那个无瑕疵的儿女吗 那个无瑕疵跟具体的 有怎样的解释跟含义呢 其实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所读的经文里面 就是对这个无瑕疵 有一些的解释 他指出说 我们的态度是要顺服的 我们在言语上呢 是不发怨言不起争论 然后他又指出说 我们的内心应该是 无可指摘 诚实无为的 那我们马上就会说 怎么做得到 怎么能够做得到 言语上是这样子 然后心理上是无可指摘 诚实无为 在态度上又是完全的顺服了 我在国内教会服饰的时候 弟兄姐妹有时候 在查经完的那个感叹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弟兄姐妹有时候查完经 晚上查完经 我就听到他们很重的叹一口气 然后说 上帝的话说的真的实在是太对了 但是做不到呢 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 上帝的话真的是真理 但是很难啊 谁能够做得到呢 这跟我们另外一个想法 也是很相似的 就是我们要多努力 才能够得到上帝的青睐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当我们发出这样感叹的时候 我们要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 好像警钟 要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分辨 我们其实有一些惯有的思维 一方面我们觉得说 上帝的标准定得太高 你要完美 你要无瑕疵 是太高了 所以我做不到 我们就会 为着我们做不到 而感到痛苦 或者是羞愧 但另一方面 我们又会以为什么呢 以为我做得好 我就配得 得上帝的喜欢 我就理所当然的 就是心里面觉得 就是呀 所以我就很好的 接受上帝的 那个肯定跟奖赏 但事实上 这种惯有的思维是 要对我们有提醒的 因为我们如果 对自己足够诚实的话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不可能 做到无瑕疵的 我们花再多的时间 和精力 努力 我们都不可能达到完美 从而获得神的青睐 而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 恰恰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不可能达到的 你没有办法靠着 你自己可以 在神面前说 神啊我配得你的救恩 我配得可以进入到 你的国度里面 事实上就是不可以 但是福音告诉我们的就是 我们不可以是 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着 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 称为上帝无瑕疵的儿女 所以神说 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 宝血里面 成为圣洁 毫无瑕疵 神从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最根本的部分 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 就是罪的问题 将我们的内在 翻转过来 所以经文在告诉我们 的是什么呢 在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本来就已经是了 你本来就已经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保罗在斐利比书当中 有非常多的一些劝勉 他提醒说 我们要与 耶稣基督的福音相配 我们的生活要与 耶稣基督的福音相配 我们行事 立志行事 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 为要成就神的美意 而且神说 他要在我们的里面 发挥力量 使我们行事为人 都能够成全 神在我们身上的 一个计划 我非常喜欢 那个英文的那个翻译 这一节的一部分 是提醒我们说 我们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要活出 神儿女的身份来 那另外一节 就是二章的十五节这里 应该还有 对不起 二章的十三节里面 英文当中 我没有打出来 他指出说 神他一直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工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活出生命之道 不是真的在说 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 可以 恰恰在提醒我们说 我们不可以 但是神可以 在你里面的圣灵 可以帮助你 让你活出来 所以神的真理 不是一种束缚 让我们觉得 我应该要这样 这样 好像一个标准 一个准则一样 这样 其实不是 神说的是 我们的里面 先要发生改变 从而很自然而然的 流露出来 所以神儿女的身份 代表着说 神啊 我其实没有办法 靠着我自己 但是你可以 在我里面的神 他要帮助我们 活出生命之道 我非常喜欢 卡尔巴特的 这一段的话 我最近在 因为读书的原因 都在读这位神学家 二十世纪的神学家 他的著作 超级难读 但是当我最近在读 他谈到祷告 谈到做耶稣基督 门徒的时候 我很惊讶 我觉得这么尖色的 那些言语 竟然让我觉得 忍不住想要流泪 卡尔巴特 在他的书里面提到说 他说 即使他会施行 那个他就指人了 即使他会施行 神人是信实的 尽管他自己健忘 神却没有忘记他 他自己没有任何 合作或功德 神却愿意他活着 不至于死 最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要的是什么 CS路易斯说 神并不需要 在我们这里 想要有任何的东西 他其实只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需要 就是要我们自己 就要我们 要你 我想在最后的时候 回到一开始 我问大家的那个问题 摆在你的前面 如果有这样一张 空白的名片 是属于你的 量身定制的名片 你会用什么头衔 来介绍你自己 使徒保罗他在 腓立比书写下一个 我们一定一定不会 写在名片上的 一个答案 他写的是 耶稣基督的奴隶 腓立比书的 一章第一节 我们中文的翻译是 耶稣基督的仆人 保罗和提摩太 那在希腊原文的次序 就是保罗和提摩太 然后扩折号 耶稣基督的仆人 他更像是我们一个 好像用名片 自我介绍的一个格式 我们中文翻译 做仆人的这个词 在希腊原文当中 就是奴隶 所以大家一定很清楚 那个奴隶 就是失去自由的 他是没有自由的人 这是他一层含义 另外一层含义 是指什么呢 他是要忠于他的主人的 他是要向他的主人 表达那个忠心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不会 写在名片上的答案 耶稣基督的奴隶 却是保罗他对自己的 一个定位 我想保罗他对自己身份的 这个定位 也恰恰就是非常好的解释了 上帝儿女身份的一个含义 就是我们的生命 是完全的被耶稣基督的真理 所占据 是神在我们的里面 做主掌权 而不是我自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挑战你 你愿意接受 这样一张名片 成为你的 其中一张身份的证明吗 我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记得你是谁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真的满心地感谢和赞美你 若没有你的恩典 我们真的无法视力在你的面前 可是你的恩典 在我们喂出母妇的时候 你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 拣选了我们 而且你带领我们 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 让我们愿意透过耶稣基督 来看到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有着属天的身份 独特的身份和权柄 就是我们是你的儿女 所以我们可以活出 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因为神你一直地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掌权 主啊 真的求你帮助我们 塑造我们 雕刻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成为 见证你的一个器皿 可以承载你的一个器皿 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 圣灵啊 求你继续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 让我们不单聆听你的话语 更是按着你的话语去行 去见证你的话语 主耶稣我们谢谢和赞美你 祷告 事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请不吝点赞美你 感谢观看